《经济日报》今天推荐大家留意一只股份 就是《浪潮国际596》 选择原因是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 有望推动科技和金融相关的投资机会 预期金融相关业务系统等升级 改造需求加上政策加快国企使用云服务 利好浪潮国际 受惠云服务收入高速增长 浪潮国际上半年纽规为盈 赚了1900万左右 去年同期是亏4900万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浪潮国际2021年的盈利预料有8000万 是转规为盈 2022至2023年的盈利 会加快增长到1亿3千万至2亿2千万 按年增长6成1和7成1 走势上浪潮国际近期明显突破了 今年2月底以来的横行区间走势转强 策略上如果4个4不失可以少住追入 否则可以在4元附近猴底收集 中线博取盈利增长加快 估计估值可望重股 以年初高位6.6为目标 失手3.6便要减持了